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有树烟的主理 这像猫妖子 我是有树烟动画的第一任主美二哥 大家好 我是有树烟动画组的动画导演张哲 大家好 我是有树烟动画组的执行导演 我叫阿硕 我是你的母亲 你给我出来 我是这些卡面的母亲 一个是金角 金角 我听妈呀 这个顺序真的是 真的是 兄弟俩人 齐活了 女孩还没伞多 网红 他们冲不着了 会在这里 跳过 看去后面 出现了一个隐藏 还有地厅 金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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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刚才 我刚才那个 观众好奇 在制作兔宝鼠兔宝珠时候的心态 其实那个心态变化很丰富的 因为它在兔宝珠之前 它还有那么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什么天地灵物孕育的瞬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一段的作画也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反差 心里状态 我们制作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还好 还可以 你应该说一下 就是当初我们画兔宝鼠兔宝珠的时候 就是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收敛了 对就没有那么夸张 后来哲哥看了之后非常不满意 他觉得不够 不够还不够 要更 不够恶心 兔宝鼠兔多了宝珠会不会贬值呢 嗯 在动物就是在神兽界会 会就是他们会有点多 但是但是拿到我觉得在人的世界里面 应该还是很珍贵 可能没看漫画的朋友不知道 他是那个会 就是兔宝鼠每个月 会把兔的一定份额的珠子 就是拿给啤啤 对 然后他每个月都会拿小蓝 跨着那个蓝 然后去找啤啤 然后给那个宝珠给他 所以基本上 就还是进了肚子的那种感觉 还差一个 属于扭蛋 也没完全收集 作为收场 就是但是我们的这个没完全收集 就是因为可能也有 是参与制作的人员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运气 那个运气给大家肯定是有的 而且我们可以传递给你们 其实我们 我们真的能传递运气吗 可以吗 我们特别那个就是保佑别人很好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 有粉丝说让广珠他们考量什么高中啊 大学研究生什么的 哇 所以这个欧气送给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就是这个抽到这个 你们心里的SSR 对 就我们没有这个福分 我们自身虽然 但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对 可以可以送出这个祝福 送出这个祝福 送出祝福 搓 搓搓搓 求一下场外的援助 我要我的编辑小行 小行救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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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看到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